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密宫真的拿传国玉玺来换我 笨鸟为了你拿什么换都值得 密宫可真会说话 玉玺换不来江山宝藏却可 而你就是真最大的宝藏 密宫可真是聪明 不枉我萧美娘看中你 多少返王都为了玉玺争得头破血流迷死我 可密宫也却避重就轻 把玉玺拱手相扰 这种远见与魄力 必能成就第一 请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成 我想给你谈谈 有什么事 说吧 罗承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讨厌我 我从来就没有讨厌过你 那你为什么宁愿跟别人说话也不愿意理我 你看 你就是这样 总是摇头叹气的 我知道 这段时间 你很难过 你嫌我烦 这些我都能理解 我看着你伤心 我比你更伤心 这段时间 我无数次地想 我想要是你能把我 把我当成 当成你的一个朋友也好 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来是为了质问我 对不起 我没法回答你 罗承 你的病法是我找到了 罗承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我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你们两个亲亲吻我的说我无理取闹 罗承 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根本就是个混蛋 盐盐姑娘 放开我 你误会了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清楚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 对 我是喜欢她 我就是喜欢她 我来瓦冈也是为了她而来的 我跟她也说了 我喜欢她 我懂她的痛苦与无奈 你懂吗 我也愿意天天陪着她 陪在她身边做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虽然她现在拒绝了 但并不影响我喜欢她 你 你弄够 好 她懂了你 我退出 空间以后 我们再无瓜葛 她现在可能在气头上 等她的气消了 你再去好好说说她 对不起 我先记一句 你恢够了 我先带过去 我先找你 你让她选择 で 你 你 找我 你 找我 用 盈盈 别哭了 我善盈盈发誓从此以后与罗程再无任何瓜葛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二嫂 别问了 我是不会跟你说的 出事了 出事了 盈盈 你又怎么了 没事 没事就行 你们听说了没有 就是那个魏王 用玉玺换了杨广的妖后萧美娘 此话当真 可不能乱说 这话我可不敢乱说 反正现在瓦冈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件事呢 真没想到 李密竟是这种人 早知道他这样 就不应该让我们家老程把皇位给他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看着瓦冈 早晚被这狐狸精给占了 盈盈 你真没事啊 你真没事啊 齐过眼 你从何处得知 魏王与玉玺换了萧后 三哥 你还不知道呢 这一大早 下面的兄弟 都传开了 忘不当 昨天夜里啊 把萧皇后 都已经带回来了 啊 荒唐 臣有臣书宝 随有阳果 哼 看来我们瓦冈又多了一个位 够了 没有真凭实据 千万不要 妄加评断 不如叫王大哥来 当面问个清楚 对啊 找他来 来了 妄不当 我且问你 玉玺可在主公手上 不在 那在何处 主公命我拿玉玺换回了萧后 现在在 正往王氏冲手上 哎呀兄弟啊 不是我说的那样 哎 拿玉玺换女人 你跟我们兄弟商量了吗 哎呦吧 而且 换的是一个 不要脸的女人呀 不要脸呀 呸 呸 不要脸哪 你得到了玉玺 不耗里天下 换个妖后回来干什么 难道我们瓦冈又毁在个女人求啥吗 魏王心思沉溺 他如此这般 或许 他也敢算 二哥啊 还有什么打算 历朝历代 王国之军 我这就去问他 为什么拿玉玺换妖后 他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 我现在就砍了那妖后 是 不知为何 你来瓦冈的消息竟然一夜之间就被传遍了 纸永远包不住火 再说了 毕宫既然决定要换我 肯定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 不过 不过 我不得不说 现在 是个好时机 好时机 如果此时 有人前来责怪 那不如趁这个机会 将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一病除掉 免得日后 劳心费事 朕只是怕音效失大 若事情搞大 就算是朕 恐怕也不好收成了 碧光 这可就怪你心思手软了 堂堂一国之君 怎能被一帮臣子所左右 是 李密 不是李密 你可当玉玺不好令天下 光征义士 成就大业 你却拿兄弟们由命换来的玉玺 换着妖后 贤弟 你大胆慎凶器 朕好歹是大魏国一国之君 你竟敢污蔑于朕 污蔑 你敢说你换着女人是为了 贤弟 不要冲动 善雄姬 你竟然以下犯上 就不怕占用军阀处置你吗 你虽是魏王 你敢跟我们瓦刚兄弟在 这大魏国 就是我们瓦刚兄弟的 如果你真是明主 你就杀了这妖后 跟我们去声讨李渊 平定天下 善将军说的好听 你真以为朕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吗 你足此心急要朕讨伐李渊 为的只不过是替你二贤中报仇 主公 善将军虽有私心 但无害于大计 可是主公将这欲血攻守让无他人 总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吧 看来这大魏国也不是你说了算 堂堂一国之君 竟被一帮臣子如此相比 你信不信我死了你 闪退 二哥 你受得了这祸难请我上不了 瓦刚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瓦刚了 我们也不再是那只一气风发的反尊之师了 要是要为了这个魂军百命 我宁可去死 你冤枉我二相庄的仇 不迟迟未报我死不瞑目 既然已经智不图道不合 我山头从今时起 我 我 退出瓦刚 五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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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国 此事你却不该为恙 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吧 大随已灭 若是除掉这些瓦刚旧教 大魏 才真正属于秘宫里 我 他们就进出了 一天 他才不被修队 五弟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都好说 别走了行吗 二哥 不用再劝我了 这个李密 看似道貌安然的 黃銀渡也不在陽光之下 我全二哥還有大家 都應該考慮考慮 離開瓦岡吧 五弟 你這一走要去哪兒啊 二賢莊雖然沒有了 但是天下之大還是容得下我的 便走便看吧 爺爺 也還是勸勸我哥 畢竟大家兄弟一臣 怎麼能說走就走 反正這個瓦岡寨 我也不想待了 小許跟老夫人也回山東了 我沒什麼好牽掛的 正好跟我哥一起走 爺爺 好了嫂嫂 時候不早了 我們要走了 我會想你們的 好 保重二哥 時候不早了 我們也該上路了 好 各位兄弟 就此名了 保重 保重 都都保重 保重 保重 好 我走了 善雄心不滿裏密 用玉璽交換消後 憤恨與失望之下 帶著善盈應 離開瓦岡 秦琼等人勸解無果 好 望著善雄心 黯然離去的背影 不僅 對瓦岡君的未來命運 產生了深深的憂慮 好 大帥 君帥 謝娘正好有要事 要和諸位商量 你們先回去吧 請 請 永安公主 找我等有何要事 不妨直說 恕仙娘直言 魏王領密 欲喜患消後 此絕非成大事者 有言道 良秦則目而息 良臣則主而是 今日 今日 我代我父王 前來邀請諸位英雄 隨我前往明州 共謀大業 永安公主的好意 我們心領吧 魏王行事如何 我等自有判斷 多謝夏明王 和永安公主的抬愛 就不老夏明王 和永安公主費心了 最近瓦岡不安 魏公主無他事 請馬上離開 免得再生知己 既然諸位英雄 自有打算 謝娘也不好再勸 但我父王明氏 隨時恭迎諸位 前往我明州 不送 大帥 軍師 羅將軍 你們都在 朕將軍 何時回來的 我在四水關守城 聽說魏王用玉璽換了蕭後 特地趕回來問個清楚 可有此事 李密幹出如此荒唐之事 你們為什麼不拦著他 翟將軍有所不知 這魏王用玉璽換蕭後 我等也是事後才知道 好 山將軍 因為此事 也離開了瓦岡 荒唐 我這就去找他 朕然 萬萬不可衝動行事啊 大帥放心 我只是找他問個清楚 讓他把運氣換回來 回頭 咱們一起喝酒 好 寶藏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啊 什麼時候能到 皇上不用心急 從江南運至此處 還是需要些實用的 又不能大張其鼓 只能分批運行 不過不是我說 像扇雄信這樣的大將 非用即傷 將來他若是投奔他人 說不定 就會與你為敵 你以為我不想嗎 扇雄信在瓦岡兄弟當中 威望慎重 若貿然殺他 必然引起內亂 如今我善無不義 他的那些兄弟也奈何不了我 不過依臣妾看 清理到這些與你合一心的人 必須先下手為強 報 誰讓將軍到 翟將軍 因何來此啊 來做下手話 你這個無道的昏軍 你來到瓦岡山 扇雄信把王位讓給你 我們盼望產地 註滅暴君陽光 救天下百姓於水火 怎麼 聽說你用傳國一喜 換了一個王國之父 這跟暴君陽光有何區別 想當初 我創建瓦岡戰士何等的不容易 後來程耀金做了大魔國國王 屢見功勳 可你呢 你做了魏王 竟敢出這種臥齒之事 翟將軍息怒 欲起之事 朕大錯特錯 悔之完 朕深感舔居王位 有父乙君 朕正有意召集 和國君臣下召最己 希望另選賢德之人 重整朝� 朕也會下召 將王國之父賜死 永厥妖怪 不知翟將軍意下出法 這還差不多 但願你心口如一 否則 我不會放過你的 告辭了 朕將軍留步 朕這次在揚州 得到一張天下無雙的寶弓 朕想將這張寶弓贈給將軍 已是愛將軍 什麼樣的寶弓 在哪裡 來 翟將軍 好功啊 好功啊 來人哪 在 去把秦大帥徐軍事 魏丞相上將先鋒 他們都叫來 開命 皇上 這怎麼回事啊 是才這反臣宅讓 突然想賜王殺家 若非內侍舉刀相助 朕恐怕已經賜命休矣了 眾愛卿看這件事情 應該怎麼處理啊 皇上 宅讓並幸中止 君臣爭執 必然事出有因 如今將軍已死 死無對證 顧念他創建瓦剛不易 魏國出征有功 李當以功臣之禮安葬 以為臣子之心 君是所言甚何真意 就以功臣之禮 將宅讓勝殿 則即日安葬 合國舉哀 請高僧高道超渡王魂 眾愛卿啊 朕自問近日施政 卻有失檢之處 雖然事出有因 卻是有傷眾卿擁戴之心 自今日起 朕當效仿那岳王勾劍 臥心長膽 與眾卿共吐大義 蒼天在上 神人共劍 如為此言 必早周到 來 來 乾 大哥 當年我們兄弟 舉意山東 煞血為盟 如今卻 分崩離析 人心不在 此內 天術啊 三弟啊 這我阿嘎切數將近 都是李密那四 為人奸詐 壞了我瓦崗眾兄弟 開創的大業 正所謂 大江保民主 俊鳥登高枝 你我兄弟 莫不如就棄了瓦崗 令牢他處無赫 我看瓦崗 人心已去 這日子 你長不了 大哥 你說能去哪兒好啊 依我看 那唐王李渊 為人還算忠厚 你看二弟救了他的命 他一直面臨不忘 而且他的次子李世民 為人頗有見識 器免不凡呢 他們 已經建築長安 業以徵地 我看這天下 必定要歸大唐所有 你我兄弟 莫不如就去長安投奔他李渊 也好修成正骨 如何 好 小弟正有此意 唐王待我不薄 我們就去偷他 大哥 幹 幹 幹 走 走 走 大哥 大哥 小弟們 你三爹 你拿筆印做什麼啊 我要到城牆上 付十一手直輸兄弟 好 走 我快要走 這手 快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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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两个 明日三个 这慢慢的瓦岗寨也就空了 老兄弟啊 这上边写的什么呀 心中恼恨 惜未亡 欲喜患来萧美娘 瓦岗山上众将散 一统江山归大唐 这不是骂柳蜜吗 二哥 马兄弟啊 手术让他们头疼 秦二哥 我们各几个合计了一下 这马刀不是我们九流之地 我们准备散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安留 两位兄弟打算去向何处啊 二哥 我和老齐准备回邵华山了 我当哥 你走不走啊 是为知己者死 未亡虽有不妥之处 却待我又知欲之恩吧 九弟 你也要走吗 我们兄弟当初是何等意气风发 从少华山起兵到四十六有结拜 瓦岗又是何等的兴盛 如今说散就散了 看来这是一间的功名富贵 是非取直 兄弟情义 不过如此 我已经想了很久 保李密 李密是个昏庸无常 刚毙自用之人 保其他人也未必是民主 可是 是民主又怎么样 还不是要去争名夺利打打杀杀 我只想引入深山 做一个老僧 倒也逍遥自在 李兄弟 你也要走啊 姐夫 锦二哥 罗大哥 这李密荒阴无道 与阳广无异 我断不会再保护此昏君 我想回去找我师父 再学些本事 姐夫 我姐姐就偷付给你了 王神帽 保重我 既然如此 我也不便挽留 兄弟一路保重 至于日后在哪里安身 既然一定要写封书信 也好让我放心 二哥 我当哥 保重 回庆幸 保重 庄哥 往后我们有什么打算 这人非圣贤赎赎能无过 一直以来 瓦岗阔军 举一反随 这魏王也算是有所功劳 如果他不是一个昏庸之人 有一天泛然悔悟 一定还能把所有的兄弟给召回来 充谋大业 依我看来 我们还是暂且留下 至少瓦岗还有那么多士兵 如若我等一走 这瓦岗 就算是真的散了 我听二哥的 好 哥 这洛阳城还真热闹 我们进城 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好 放手 快点快点快点快點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快 今晚当然就没了啊 来 来 前面好像有什么车呢 咱们去看看 在这儿哪 都是我帮我人 来来来来 走 走 什么漂亮 你看 这么多人哪 是什么的 amı 走 走 看公主长得漂亮吧 走吧 走吧 走 别走啊 赶紧过啊 赶紧过 林郑王 瓦岗五湖上将 善雄信到了 就在秀楼外面 真的 早就听闻 这瓦岗已经迷乱 这善雄信 已经离开了瓦岗 真是没想到 他今天居然上我洛阳城来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一定要把他留住 唯我所用 你过来 你一定要把他留住 快 快去叫公主过来 抓事 公主 公主 我在这儿了 公主 王爷有请 走吧 盈盈 走吧 公主 公主 哥 我猜啊 这个公主一定长得很漂亮 所以呢 这个公主抛过来的绣球 你一定要接 我为什么要接啊 哥 肯定是这个小姐 看上什么人了 进去商量呢 再等等吧 要好戏看 郑王 公主到了 请 月儿 来 坐 爹 您为何愁眉苦脸的呀 女儿啊 有一件事 爹真是难以向你开口啊 爹对女儿宠爱万分 有什么事儿 爹您就说吧 爹 你 你的婚姻哪 爹 当初 承诺要你自己做主 恩不该多言 只是 这五阿冈猎虎将 让善雄信 来到我们洛阳了 畅言道 没有梧桐树 因不得凤凰来 这善雄信 只要在洛阳落住脚 我看 就能把瓦当英雄都引来 所以 我想让你 与他成婚 爹 我想这件事也未成不可 素闻那扇雄信一搏云天 倘若他真能为我大正效力 那么女儿愿意嫁给他 那 我看此事就算了吧 爹 为什么呀 这 真是愧对你啊 爹 若这扇雄信真的愿意留在洛阳为您效力 帮您打天下 即便他长得再丑 女儿也愿意嫁给他 女儿啊 你通情达理 爹 对不住您了 爹 您言重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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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我有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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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哥 说不接不接的 没想到 学校球 还这么厉害啊 哥